首先,让我们欢迎来自高三李一的天堂鱼,为我们介绍他们的创作,以离心作用,拯救钻水源之笔的《时光转轮》作为序幕,为我们自行开场,掌声欢迎。 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时光转轮》。 在介绍这个产品之前,我先介绍几位我们的成员,我叫蔡千环,郑德威是周薇,廖世轩,郑富阳是案内,周薇,邱凯琳在那边。 然后我现在开始介绍我们的产品,我们叫《时光转轮》的这个名称是因为原子笔把它断水之后呢,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个断水原子笔坏掉了,不好。 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个断水原子笔回复到它之前那个灿烂的时光,就是它继续,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为我们书写的时光咯。 因为那个断水原子笔坏掉了。 然后呢,然后就这样子可以抵抗一下,然后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正面呢,就是那个转盘,转盘,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用脚踏车踏板拆下来的那个地方,来旋转这个转盘。 转一下,转一下,然后下面呢是那个底盘,然后铁枝,铁枝。 然后呢,这边呢,我们用固定原子笔的方法呢,是放几个小小的这个铁片。 然后呢,后面呢,有一个螺丝帽之类的装置,可以让它转转转之后,那个东西可以变松。 然后呢,那个铁片呢,就可以把它推出来,然后笔再插进去之后,螺丝帽再转回去。 这样的话,那个笔就可以牢牢固固的卡在那个铁片里面啦。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示范的环节。 好,下一个。 好,所以呢,我们先示范这个挽救原子笔。 然后呢,我们会再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甩干模糊,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时光转能的。 好,现在挽救原子笔呢,首先先把这个原子笔,先转送后面螺丝帽,然后呢,插原子笔进去。 然后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是怎么使用的,之后呢,再来解说一下它的原理。 来解说一下,它就把它把它先转回去。 好,现在呢,我们就参与之后,转好螺丝帽之后,就开始转动。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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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好,机会铁灯了。 好,机会儿停了。 大概转个,大概一下时间来,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说明的原理是什么,一会ше。 是因为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们这个原子笔,它它断, 我们币时写原子笔的时候呢,原子笔会掉地上,对不对? 掉地上之后,它就断水了。 断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那个空气啊 在天它掉下去的时候呢 那个空气 它就会跑到那个笔里面去 跑到那个笔管 墨水管里面去 所以呢 那个空气呢 就可以卡在那个墨水管里面 然后那个就会导致墨水流不出来 是的 这个就是它断水的其中一个原因了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断水原子笔 就这么的晚就完成了 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另外一个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哦 好 接下来时间可能问答可以回答 然后呢 就是利用离心力的原理 快速转动圆盘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进入下一个解说 就是呢 它可以来扭干这个抹布 其实也不叫扭干 是转干 因为呢 它叫时光转轮 所以就转了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转干呢 就是呢 我们先拿一条 因为我们平时在那个 家庭主妇 他在插那个桌子啊 在插那个窗户啊 他们擦它之后 那个就要再过水嘛 让那个抹布清干净 然后清干净清干净 假如真的是哦 因为房子很大 要擦一整天的话 那个抹布就会 每次要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那个手都红红很痛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妈妈 她的手越来越粗 所以我就不希望 她的手越来越粗 所以我就想到说 如果用那些转动的方法 我们就可以让它变得 不会那么的痛啊 那个手在扭转的时候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抹布 然后呢 我们就想到说 因为那个 旋转过程中 那个水肯定是会飞溅出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就 那个所以呢 我们就在那个抹布的 另外一端 也是尾端那边呢 我们就装一个小罩子 这个东西 然后呢 该怎么装呢 就是用一个铁支 就是那种 S型的铁支插进抹布里面 然后再勾到抹布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呢 在旋转的时候呢 那个水呢 就可以全部都飞进了小罩子 然后那个 就不会弄到整间房子都湿打打的那种子哦 然后呢 随时这样子哦 然后我们就现在呢 就可以把 用同样的 也是很简单的 把那个抹布给卡进铁片里面 怎么做呢 也是一样把那个螺丝帽转送 然后呢 你要先记得 要先把那个抹布 转小一点到那边 然后这样给它塞进去 嗯 没错 然后那塞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 转紧了 然后转紧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转的时候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飞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转紧的过程 转紧转紧转紧 转紧 所以呢 转紧之后 再转转转的时候 那个水 啊 就会飞进小哨子里面哦 就是这样子 然后转转转转转 转六点九 不过这是因为第一次使用嘛 但是你第一次用手机也是 那个功能 现在也是这样有实验过 但是呢 我们也是 两声啦 哦 好吧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